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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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森最近很紅耶 是不是因為拿了黑珍珠啊 突然之間 但是它是米其林推薦吧 黑珍珠一傳米其林推薦 就是這裡算是我最後一塊拼圖吧 我已經吃了台灣 中國大陸 香港 全部的中西融合菜 這是我剩下最後一家還沒有吃過的 我從來沒有看過雞的 火腿是嗎 對 我沒有看過雞的 我們特意是醃製大概六天 風乾了12天 哦 就是自己在做的 對 自己在做 它說是芝麻燒餅 可是我覺得花生醬可以再少一點 因為有點把海膽味道蓋起來 這搭配茉莉花還蠻不錯的 湯的話裡面是用一個雞鮮血蟹的蟹肉 然後搭配上一些蟹殼以及鑽奶油來做的湯 最上面點綴了來自四川的魚子醬 殼清洗過還要再烤過 所以很薄 有煙心的味道 這是一款來自法國的這款叫阿里葛貝 它整個的一個酸度還是偏輕盈一點點的 去突出一些魚子醬的那種鮮味 蠻明顯的煙燻會 鹹度也是偏高的 我覺得搭配的還不錯 如果搭配酒的話會更好 不知道為什麼最近很多的國內廚師不約而同的 只用起西雙百娜的棕櫚心 然後其實它吃起來口感有一點像是 角白筍跟冬筍之間的那種口感 很奇妙 非常好 看起來很華麗 它時間控制的真的非常好 我覺得這道菜的工藝很不錯 你感覺是很簡單的 但是很多廚師可能 沒辦法把時間控制好了 這道菜我可以給阿米清理一行 目前我也覺得 我覺得它整個味覺是沒有什麼問題 它東西是好吃的 我覺得看它還是蠻認真的 就很專注 目前為止就聽到很多 就是北京大佬對它的評語都是非常好的 我覺得慢慢它還是一個上升期的廚師吧 如果這個餐廳可以換場地的話 對它的未來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這個地方實在太難找了 滿辛苦的 然後這一個是一個北京的地圖 然後它每一個甜點 分別代表三間店 一間店是富華齋 有一次我帶所有員工去 王府井那一塊團結 去每吃每一個地方的甜點 第二個是小街栗子 第三個是一個叫板岩伊利 它們是賣北冰養的 那當初名字為什麼會叫檸檬 是那時候我在泰國 是喝很醉的時候 隔天凌晨突然有一個想法 所以我覺得檸檬這個詞 大家是用來形容玉器阿石器阿 這種小東西 經過雕琢的 但是其實檸檬它這種 小玉器石器 其實是一個這麼大的一個原材料 花時間變成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的是 用中國這麼大的一個 中餐文化 然後花很多時間 變成一個玲瓏版本 如果我在湖南的話 我自己就吃不習慣這邊的菜 我要做 我要端出來的菜 必須我要自己要喜歡 對 所以我要想辦法讓它變成我喜歡 我覺得它是OK的 它是好的 我才能端出來 OK